颁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挑战工作就叫做期末考 不管你现在是小学部还是国中部 期末考都是非常重要的 剩下两个礼拜请你好好的温书 好好的把老师交代的习座或错误的习题 再写一次帮助自己把这个功课准备好 然后呢就可以开心的放暑假 那放暑假之前呢 除了准备考试还要做什么呢 当然就是要到图书馆来借书 我们的图书馆呢 暑假呢是闭馆的 但是在暑假前一周呢 也就是在6月20号到6月29号的这一个礼拜呢 我们是开放借书的 每一个小朋友最高的借阅测数可以是15册 那如果你是老师或是志工可以借到30册 所以呢欢迎大家一定要踊跃的到图书馆来借书 然后呢到了暑假呢 能够呢好好的玩好好的读书 然后呢为下一个学年度呢 做更精进的准备 那最后呢主任呢还是要告诉大家 在暑假当中呢 你除了读书之外呢 你还可以怎么样呢 你还可以呢 可能有的人会去补习对不对 然后可能有的人呢会做一些精进 但主任呢最希望的呢就是 你可以呢拍一支英文的影片呢来佼佼 那只要你有拍一支英文的影片呢 超过两分钟 那你就可以来跟主任呢换取一份这个精美的礼物 所以呢请你呢针对你的暑假生活 拍一支短短的两分钟的英文影片来跟我做分享 好以上呢就是这个倒数两周期末卡前的陈慧主席报告 谢谢大家 哈喽各位同学 我是月推老师孟提老师 那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 阅读大小事报给你知道 那今天我们有几点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我也是本月的城市说书人 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为爱朗读 这是陶子角呢 非常传统的一个阅读活动 那他的定名叫做大手千小手 这学期我们服务的班级有七年勤班 八年正班八年校班 那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为我们来进行 这一个国中小搭起爱的阅读桥梁 所以掌声鼓励咯 那当然呢 这些都是他们服务的一些点点滴滴跟照片 那我们接下来呢 希望征求新的班级 七年级的班级呢 可以来为我们进行为爱朗读 第二个呢 我们要进行介绍的是读报教育 那各位同学应该都知道 我们对于读报教育的宣传呢 这一学期呢 进行的非常多次 那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相关阅读 可以让大家呢 在班级进行的读报 那有中学生报 好读周报 人间福报 双语周报 另外我们在 顾告栏呢 也设置了双语周报的互动回馈单 那都欢迎同学呢 多多填写 那这些顾告栏呢 有哪些班级为我们服务呢 那当然有七年成班 跟七年人班 七年成班的服务专区 是在学情郎通往教学区的路上 那七年人班的服务专区呢 就在辅导处的前广场 那只要你参与了这些互动学习单 你就可以参与摩采 那我们这一学期呢 有进行了一次其中摩采 接下来呢 就进入其末的摩采活动 6月13号这一天呢 由教务处同仁江这一学期 第二回合的抽奖回馈单 投入了我们的聪明摩采箱里面 那我们这一次总共呢 有243份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踊跃参与 那之后呢 就由我们的教务主任 以防主任为我们抽出 那这就是6月13号呢 抽出的实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呢 非常感谢大家一学期来 对于读报教育的支持 所以呢 现在呢 主任要在这边抽出 十分之一的比例 那我们总共呢 总共有243份 然后我们会抽出25份 优选的同学 然后呢 会把它贴出来 会通知你下学期开学的时候 哦不对 抱歉 是这个礼拜 就可以来找阅读老师 领取你的奖励 领取你的奖励 那我们现在来抽 总共要抽25份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最后十份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好 以上同学 二十五份 十五份 同学 就是我们抽出来这学期的阅读推动来读报教育的这个摸彩的名单 那欢迎大家明年也要继续跟着我们一起读报哦 谢谢你们 OK 那恭喜呢 以上25位得奖者 请于本周五呢 到教务处找月推老师我领取奖品 那这些就是我们的得奖 抽出来之后呢 得奖名单我们同步公布在教务处前面的报告栏 第三个要跟同学分享呢 刚刚是指本的 现在呢 是要教大家怎么进行线上的读报教育咯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好读周报的突击队 那好读周报呢 我们在亲师生平台 其实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免费的报纸咯 好 到底这个突击队呢 带给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 那我们这学期有几位先驱者先为我们进行尝试了 那我们非常感谢呢 七年承班的三子 那就是子云 还有呢 子宁 子妃 这三位 还有七年蒲班的 哲安 还有七年承班的 辛化 那非常感谢他们都被好读周报选中了 也刊登了 奖品呢 也陆续在送来当中 那到底要怎么样进入这个系统呢 好 这是桃角的首页 那大家呢 可以到桃角首页点选校内系统 校内系统 按下去之后呢 就会看到一个新师生平台 然后进入新师生平台 然后进入新师生平台 然后进入新师生平台呢 需要你的登录 登录要什么样的障密呢 就是你的apps交互行政系统的障密 那当你填写完毕之后呢 你就可以进到新师生平台的画面 他就会看到联合学院 因为防疫期间 大家都常常使用线上 所以相信这些对你来讲 并不困扰咯 那进入到我们说的联合学院呢 就会找到好读周报这个地方 那再点选下去呢 就会看到突击队 第一栏就是突击队了 点到突击队之后 你就会看到很多突击队相关的报导 那这些报导呢 都是非常具有深度的 由浅到深 你就可以仔细阅读 那点选之后呢 就会看到这一期 这一期呢是介绍航海王 所以航海王即将走入最终章 那到底你可以读到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敬请期待你为我们阅读 那每一篇都有五个问题 那五个问题里面呢 就会让你去填写 内容不难 那回答呢 你也可以慢慢的思考 那你可以搜寻自学 找一下讯息 找一下答案 那最终 会有一题 要你说出你的感受想法 怎么进入呢 来从这个题目最下面呢 有一个网址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开始确认你的资料 那原则上呢 我们都会由消行政系统带入这些资料 所以你仔细的检查 再来呢 请你记得 在柱子部分呢 填选 桃子教的柱子 学情录555号 点选完毕之后呢 就送出 确认你的个人资料完成 那之后就开始进入投稿 所以你可以到突击队投稿 那投稿以后呢 就会开始让你阅读文章 文章阅读完毕以后 就会进入刚刚的题目 所以你这时候才可以填写题目的回馈 那一样再确认你的账号 开始填写你的名字 名字填写完要勾选我们桃子 属于新北市的学校 然后再写校名 手机 我们邮递区号是238 学校的住址 再一次提醒你 学情录555号 然后依序回答5个问题 之后呢 提交送出 送出这一段时间呢 就会开始让好读中报为您进行 给题目回答的筛选抽奖 那到底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呢 我们期待同学可以扩奖 你就会有一份惊喜 关于呢 纸本线上的已经跟同学分享完毕 那我们校内呢 还有一个是双语周报 那希望您也可以去抽取互动单来填写哦 好角呢 准备了相当多的阅读相关讯息 都是希望大家呢 可以共同的一起成长 在疫情期间呢 不要荒废于学习 所以 我们有读报心得 读报心得 有它的范例 那希望同学呢 有兴趣的 可以来找乐推老师 领取这个读报的格式 那还有读报的文章 那对于呢 书籍 我觉得读报太简单了 我可不可以念书呢 可以 收集三张不同的书籍类 心得 那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除了收获满满的知识之外呢 接下来就是 我们会给你变读奖励 图书礼券100元 三本书换100元 那赠送你图书礼券 另外呢 最后我们要跟同学报告就是 图书馆有很多的这个主题书展 那最近刚刚举办完是九年级的查知识主题书展 那我们也欢迎同学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你有没有兴趣的主题呢 或者是八年级同学做过的专题研究 有没有想要更深入想要了解的主题呢 那我们都欢迎你可以到图书馆来办 你的主题书展 或者我们共同一起来办主题书展 那我们征求这么样的有兴趣的同学一起来 图书馆呢 真的是保障库 所以图书馆的保 欢迎你们来寻找 图书馆真的很好 那也希望你们一定要知道 那今天我们的阅读分享呢 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也欢迎大家多多到图书馆来阅读 谢谢大家 街头艺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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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艺人表演 街头艺人表演 街头艺人表演 erynford 你在左边 握紧靠右 第一张照片 不太跟亲密的 属于我们俩的 脸庞太天真了 苹果一样的 甜的羞涩 太多感触 已不同了 世界变了 还是我改变了 夹载书本着相册 滑落的照片 让我变沉默 太久 太久 是否过了太久 忘了 忘了 开始怎开始的 喝醉了 小河变唱着歌 永远爱你是我说过 没有 没有 再没谁能拥有 就像你 像我 哭和笑都懂得 在触摸 我心底藏了好久 那最柔软的角落 是否过了太久 是否过了太久 忘了 忘了 还是怎开始的 喝醉了小河变唱着歌 永远爱你 永远爱你是我说过 永远爱你是我说过 没有 没有 再没谁能拥有 像你 像我 哭和笑都懂得 在触摸 我心底藏了好久 那最柔软的角落 那最柔软的角落 永远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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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爱 you ilen魔力 永远爱我 永远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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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爱你